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美股本周持续走强 科技股也继续受到追捧 疫情似乎有所控制 再加上选举在即 在此情况之下 同志该如何操盘 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 天召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郭阿弗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点评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电话专访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 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召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 郭阿弗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本周美股的走势与发展 郭先生您好 首先请郭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的最新发展 本周美股无论是标普500还是纳指 这酸酸的屡创新高 看起来牛气冲天 仔细一看 投资人会觉得并不是那么完美 主要是涨跌线指标 不仅没有创了新高 而且还创了两周的低点 所谓的涨跌线指标 就是用上涨股减去下跌股 如果是正数就加上去这个数字 如果是负数就减掉 也就是说只要大部分股票上涨 这个线就会往上冲 说明了近期股市的上涨 是有少数的龙头股 比如说脸书 亚马逊 微软等拉台的 并大部分股票并没有参与 甚至是以下跌作收 这样的上涨的质量 就令市场质疑 而市场本中在基本面上的 主要消息的 主要包括 就是美联储主席 在全球央行 网络联会上的讲话 他主要是对联储的货币政策 做了两项重大调整 一个从过去的通胀指标 定为2%的上限 改为2%的平均值 那也就是说 未来即使通胀 超过了2% 因为近期的都是低于2% 比如说近期大部分都是1.6% 那就说涨到2.4%的话 平均是2%的话 联储都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联储的 这个对通胀的浓冷度呢 已经提高了 第二个呢 就是对这个充分就业的理解 过去呢 联储呢 怕就业市场过乐呢 引发通胀 一旦就业市场 就是开始 达到就是说 达到充分就业 甚至已经火爆的时候呢 联储就会开始 用货币手段呢 踩刹车 防止呢 未来的通胀 通胀起抬头 而现在呢 基本上换一句 土一点的话呢 就是联储只有到现在 就是允许通胀的 跑上2%以上 2.4%甚至2.5% 更就说呢 当真正通胀来临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 才会踩刹车 而不会有一种超前的 踩刹车的行为 因为他们认为的这种 这种的策略呢 更适合当今 特殊的经济环境 第二看点呢 市场呢 当然是 FDA呢 也加紧了 对这个 治疗新冠病毒的 检测和药物的批准 比如说批准了 这个血浆的 血浆的这个治疗法 以及批准了15分钟 ABT的检测 这个新冠疫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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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 第三 这个看点呢 就是 道琼指数的增加了 赶出了三只股票 增添了三只股票 外加上下周 苹果要分股 未来苹果 就是说 对道指的影响力 就会下降 因为 道琼指数的是 价格权重 只有价格高的股票 影响力大 价格小的股票呢 影响力小一点 谢谢郭先生 那么股市 近期这样持续上涨 您认为股市 是不是在 选举之前 都会因为资金泛滥 而持续的上涨 甚至涨到 所谓的下一只黑天鹅 飞来 而您分析 什么样的因素 有可能成为 下一只黑天鹅呢 从理论上说的 只要资金不断的 涌入股市的话 股市都会一直上涨 直到出现 如下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呢 就是股市的替代品的出现 之所以资金 游入股市 就由于银行的利息太低 债券的利息太低 所以投资人呢 从投资回收的角度考虑的 股市资产呢 还最具吸引力 如果美联储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实施现在所谓的 新的这个通胀 通胀目标 允许超过2% 万一实施失败了 通胀飙升 不得不采取 紧缩的货币政策 来抑制 高通胀 那债券价格 就会大幅下跌 那债券的吸引力呢 就会大幅大幅增加 股市资产 就会遭受拍卖 资金流向的债市 这是一种情形 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所谓出现的 黑天鹅现象 所以说比如说 发生战争啊 自然灾害了等等 股市的风险呢 顿速迅速增加 投资人呢 为了避险 会迅速的抛售 手中的股票资产 来实现这个避险的目的 比如把资金转向了 还金啊 或者持有 直接持有现金啊 等等 从理论上讲的 如果不出现 重大的黑天鹅事件 或者出现 就是说 资产的 这个估值 发生了变化的话 市场呢 还是会涨上去了 只是 是谁来领涨 有哪个板块领涨呢 那倒是未必 可能会在这里面 做一些板块的轮动 好的 最后一分钟 请郭先生 为我们 投资人建议一下 这个接下来的 关盘重点 与投资建议 除了大的宏观方面呢 我们就不重复了 大家都经常听到 而眼前最立竿建议的呢 就是9月份 学校开学了 有4600万左右的这个小学中学 高中12年级的孩子们要 要缓校 他们的疫情管控呢 对市场将会产生 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点呢 就是联储 这个新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指引的话 市场还需要消化 比如说周市 央行主席刚讲完话以后呢 市场立即做出反应 在利息政治上 10年国债利率也是大幅飙升 这个长短力量 加到了六个基本点 这个利息敏感性的 像房建山啊 就是像Home Depot loan啊 都大幅下跌 这些的话呢 随着这个联储的货币政策的细节的 进一步公开的话呢 也会对市场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 关于投资人如何应对当前的市场呢 由于市场也涨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 也非常高了 估值也不便宜了 而且又是微型反转 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上涨的是由个别龙头股拉抬 就是这种涨跌质量不是很好 另一个的质量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成交量呢 是大幅的萎缩 说明不少投资人呢 特别是机构投资人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持观望态度的也不少 所以说呢 投资人要做好 这个停损停密的 这个风险管控工作 郭先生表示 本周美股虽然牛气冲天 但其实并不完美啊 主要就是因为近期美股攀高 只有少数族群有所表现 主要就是科技巨头 而另外呢 美联储调整了货币政策 为平均通膨目标 将通膨呢 从上限2%改为平均值为2% 代表市场将会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低利率环境 这对华尔街投资人来说是利多消息 而郭先生表示呢 美股接下来应该会持续上涨 投资人要关注的应该是谁领涨啊 不过毕竟市场是已经涨高了 再加上成交量会出现了萎缩 所以他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风控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桌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观众朋友您做个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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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